无知转生鲁迪的父亲保罗实力有多强 与爱丽拉历劫到底有什么过节 为什么会被曾经黑狼之牙的伙伴们唾弃 明明是个喜欢瑟瑟的人渣 却怎么也无法让人讨厌 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 让保罗成为最具争议的角色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宇 保罗格雷拉特的一生彻底考察 保罗出生于阿斯拉王国贵族格雷拉特家 家里有个表面严格但其实很宠溺的父亲 还有个单纯宠溺孩子的母亲 这也让儿时的保罗相当叛逆 虽然出生于名门贵族 却非常讨厌繁杂的礼仪传统 不仅不喜欢学习 还整天转到女仆们群里玩乐 不过这样的行为总是会被一位小女仆包庇 不得不感慨格雷拉特家族的遗传力十分惊人 在保罗五岁时 父亲为其举办了盛大的生日会 宴会前父亲还特意叮嘱保罗不可乱摸乱碰 不过在宴会上保罗还是臭毛病发作 偷拍了一位金发小姐 还谎称裙子上沾到了泥土 门混过关 因为保罗叛逆的性格难以管教 被父亲送到了学校 而保罗又十分讨厌学校里那种下对上卑躬屈膝的风气 所以经常逃课成绩也非常差 与爱丽丝小时候相似 被称为格雷拉特家的恶童 并且保罗也十分喜欢剑术 为此父亲还请来了家教 小小年纪 保罗就双修了水神流与剑神流 在剑术上展现惊人的天赋 不过很快 在保罗六岁时 弟弟就诞生了 而弟弟是个心机很重的装乖小孩 除了保罗外几乎所有人都给予好评 父母也将重心放在了弟弟身上 这让保罗感觉自己不再受重视 在保罗十岁生日宴会上 那位金发小姐又来了 还很感谢当年可爱的保罗帮助自己拍掉裙子上的泥土 因为这个谎言实在过于久远 保罗自己都早已忘记 稀里糊涂的就受邀与金发一起共舞 甚至当晚还捡了一个大便宜 经过这一次后保罗更加放纵 在学校里就常对年纪相仿的貌美女孩出手 甚至还对终极贵族的未婚妻出手 导致对方将保罗的恶劣行径状告到父亲处 因此还被关了禁闭 起初每晚母亲都会来关心保罗 但有一天开始母亲就再也没来过 一度让保罗以为自己被放弃了 在小女仆的帮助下才得知母亲是病了 后来偷听了父亲的谈话 得知有一位厉害的医生住在贫民窟 是那种贵族不会去的地方 且治安不好 于是保罗每天都跑去打听医生的下落 但保罗没有经受住诱惑 与一名仓妇快乐到半夜 回到家时却得知了母亲的死讯 弟弟大哭着喊都是保罗害的 而父亲也骂保罗是愚蠢的儿子 还不准保罗接近母亲的遗体 连妈妈的葬礼也无法参加 这对保罗的打击十分巨大 开始整天与小混混鬼混 甚至还看上了孩子王的妹妹 后来保罗在小女仆的帮助下 想要与父亲重修旧好 却被父亲无视 还被弟弟状告 保罗总是出入贫民窟 愤怒的保罗将弟弟揍窟 与父亲大吵一架后离家出走 开始四处流浪并挑战强者 这一年保罗才十二岁 据说离家后的保罗被水神流道场主 莉莉亚的父亲击败 于是保罗败入了莉莉亚父亲门下 师父很欣赏保罗 认为保罗在剑术上天赋异禀 甚至还想撮合保罗与女儿莉莉亚 将来结婚继承道场 因此保罗也受到了师兄们的排挤 为了报复师兄们直接夜席莉莉亚 这也让莉莉亚难过了好一阵子 后来保罗为了获得米里斯圣剑 与基斯、韩德、基列鲁、爱丽娜利杰 还有塞尼斯等人 组成S级冒险小队黑狼之牙 在冒险时期 曾与基列鲁、爱丽娜利杰一起玩修修 建立了深厚的激情 但在与塞尼斯恋爱后就一发入魂 决定离开黑狼之牙 这也间接导致冒险小队原地解散 对于爱丽娜利杰来说 冒险小队就是家 保罗等人如同自己的家人一般 对于解散离去的事实 感觉就像是被抛弃、背叛 以至于爱丽娜利杰好几年都不愿再见保罗 之后保罗与塞尼斯定居布耶纳村 诞下了儿子鲁迪 当与鲁迪爆发矛盾时 才能理解作为父亲的心情 并未能向父亲道歉而感到遗憾 虽然保罗依然轻浮好色 还出轨了女仆莉莉亚 完全称不上是一个好丈夫 甚至还会与儿子鲁迪讨论不移的话题 但同时他也深爱着家人 也会为村子铲除魔物等 不过保罗真正的蛻变 还是在转移事件后 在转移事件中 保罗与诺伦被转移到阿斯拉王国南部 历经了千辛万苦才终于回到了家乡 却发现村子变成了一片废墟 受阿尔冯斯的邀请 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 共同组建了搜救团 踏上了寻找家人的旅途 期间保罗救助了许多村民 让原本破碎的家庭得以重逢 但保罗自己的家人却鸟无音讯 每天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逐渐变得绝望 唯一能感到欣慰的 就是诺伦非常乖吵懂事 完全不会像鲁迪那样没心没肺 要知道其实心理年龄 鲁迪应该要比保罗大一些才对 还有当鲁迪得知许多村民都还下落不明时 第一时间关心的是西路飞 却不是母亲 并且在好友祭司提醒保罗后 也能设身处地的为11岁的儿子着想 主动与鲁迪病逝前嫌 为了挽回儿子心目中的父亲形象 开始重新振作 不得不说从各方面来看 经过这场灾难后 保罗都成长了许多 一年后在鲁迪的帮助下 终于找回了莉莉亚与艾夏 家人的重逢也让保罗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从洛奇西处得知塞尼斯的下落后 就立刻动身前往贝卡利特大陆 并且还非常周到地将诺伦与艾夏送到鲁迪家 信中还特意嘱咐不要让诺伦被孤立 需要给予关照 甚至还立誓在救出塞尼斯之前禁狱 不过很快保罗就被现实彻底击垮 不仅无法救出塞尼斯 而自己也很没出息地碰了莉莉亚一次 不过似乎是遇上了女性梦谋 是不可看力的因素 原本敢去迷宫支援的鲁迪 还以为会受到父亲的责备 没想到保罗这一次却感到十分抱歉 重逢的父子又一次哭成一团 保罗开始主动承担责任 甚至还向艾莉拉力竭下跪 为自己曾经的过错主动道歉 两人就此兵士浅显 值得一提的是 不同于许多异世界的迷宫 无知转生的迷宫非常危险且难度极大 所以就连S级冒险队的保罗 也很难破解转移迷宫 在得知鲁迪带来的转移迷宫探索记 与自己了解的迷宫情报完全契合后 脸上才露出了从容的微笑 众人开始为探索迷宫拯救赛尼斯而出发 在第三层成功解救被困得洛奇西 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抵达第六层隐藏宫殿 赛尼斯竟然被困在绿色魔力结晶中 身边还有强大魔物九头龙守护 在见到赛尼斯的一瞬间 保罗就完全失了神志 以惊人的速度冲向赛尼斯 可以看出保罗压抑几年的情绪 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释放 然而除了保罗的剑术对九头龙有效外 其余人的魔术都对其无效 并且被斩棘的头部还能再生 见此情形卢迪发出了疑问 母亲她都那样了还活着吗 毫无疑问正让保罗瞬间清静抱起 质疑鲁迪为什么母亲就在眼前还可以如此冷漠 或许保罗说的没错 明明已经失散六年 好不容易才找到母亲 鲁迪却冰冷得可怕 还有当洛奇希讲出 有办法解决赛尼斯的洁净化时 保罗又会满脸喜悦 因为赛尼斯就在眼前想要撤退 从藏记忆对保罗来说根本做不到 最终众人商量决定 由保罗负责斩下龙头 鲁迪进行焚毁防止再生 其他三人充当幼儿 而洛奇希则负责治愈 虽然保罗总是满脑子横冲直撞又笨拙 无法向鲁迪那样冷静的思考对策 但却对拯救赛尼斯充满决心 哪怕是死也要成功 然而就在众人快要击杀九头龙时 却发生了意外 最后一颗龙头被斩下时 九头龙发出了垂死一击 保罗为了拯救儿子鲁迪要牺牲 从保罗的仪容来看 他并没有对战胜九头龙而露出满足的表情 但嘴角却带着一抹总算松一口气的微笑 也许保罗最后还想说些什么吧 这些年来保罗确实非常不易 你可以说前半生的保罗是个人渣 但后半生的保罗却是个令人泪目的家伙 或许正如鲁迪所说 保罗绝不是什么值得称赞的家伙 喜欢拈花惹草又喜欢卖弄 对逆境没有一点抗压性 会用酒精来麻痹逃避现实 与其说是父亲更像是一个损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人 却拯救了许多不应大村的村民 为自己的家人付出了一切 最终还为了拯救儿子牺牲 也许他真的很渣 但也真的很爱自己的家人 好了 那么你喜欢保罗这样的父亲吗 可以将理由在评论区告诉我 如果你也喜欢五指转生 可以为我按赞和订阅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追选影片的通知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